从大漠孤烟植长河落日圆到春水闭一天 话传听雨绵的时空流转 从孤州梭丽翁独掉寒江雪 到孤如一夜春风来千数万数梨花开的人生矿位 千年诗句写尽人生四季 让我们穿越千年开启古诗之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锤良 现在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唐诗 题目是复得古源草送别 复是诗词歌复的复 复得的意思是诗人借古人的诗句或者是成语作为他的诗的题目 就叫复得 所以在题目的前面加上复得两个字 也叫复得体 这首诗的诗歌述 这首诗的全名是复得古源草送别 读起来有点拗口 因此有的版本的题目就简化为草一个字 作者白居易 白居易自乐天 好香山居士 祖籍太原 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和袁枕合称袁白 和刘雨昕合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 形式多样 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代表作品有 《长恨歌》 《琵琶行》等等 《富德古原草送别》 是在公元七八八年写的 那个时候白居易才十六岁 现在我读一读这首诗 离离原上草 一岁亦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远方清古道 清脆皆荒成 又送王孙去 七七满别情 我解释一下 离离原上草 离离是别离的离 离离是青草茂盛盛的样子 意思是草原上长满了茂盛的青草 一岁亦枯荣 野草 每年都会枯萎 但是也会再次的欣欣向荣 野火烧不尽 即使被野火烧过 也是不会灭绝的 春风吹又生 因为春天一到 春风又把野草吹得绿油油的 远方清古道 远处芬芳的野草 长满了古老的大道 晴脆皆荒成 在阳光的照耀下 绿草蔓延到荒凉的古城 又送王孙去 今天我又来送别我的老朋友 七七满别情 离别的伤感的心情 就像茂盛的野草一样 蔓延到远方 这是一首平起五颜律师 现在我就以五颜平起的吟唱调 吟一吟 历历远上草 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远方清古道 清粹皆荒成 又送王孙去 七七满别情 现代作曲家高明德先生 为本师普乐曲 我就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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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粹皆草 清粹皆荒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数捐